春节期间 新疆博物馆展成的虎纹圆金牌 受到天南海北有众的热捧 这件灵巧生动而又金灿灿的虎元素文物 距今已2500年 这个虎纹金牌式呢 是在乌鲁木齐阿拉沟墓葬出土的 这个虎式呢 头部昂首 然后前腿向前 整体成一个圆曲状 而且它采用的是一种磨压锤叶的 手工的加工剂 非常好的突出了虎的生动 栩栩如生的一个样子 一同展成的还有条虎纹金带式 它和虎纹圆金牌同时出土 这对虎纹二虎张口怒目 前肢平身 后肢反转趋至背部 做玉针痘状 该纹物上有小孔 研究判断为皮具或服装上的装饰 阿拉沟处在古丝绸之路上 被称为天山道 历史上是游牧民族商旅必经之路 出土文物有两百多件黄金制品 八块虎纹金牌 四条虎纹金带 一块金石牌 出土金器 众多在1977年震惊考古界 带有虎纹色彩的黄金饰品在阿拉沟目藏展出 是因为包括新疆在内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比较喜欢这个带有虎纹色彩的 或者是猛兽的这样一个黄金饰品 有可能是对他们的一种崇拜吧 新疆博物馆以馆藏一级文物虎纹圆金牌为创作素材 融合了现代年轻人审美 包括小朋友喜欢的卡通形象 系列的文创产品受到由众热捧 我买的就是这个带有六个颜色的这样子的一个红包 然后它上面还有什么炒有钱炒好玩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回家给孩子们发个红包 结合我们馆藏文物的一些特点 然后大胆创新继续探索开发品种丰富的博物馆文创产品 将文物的历史性文化性与现代商品的一种功能性相结合 同时呢让更多的人通过文创去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让更多的文物活起来 让文物走出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 给文物赋予现代气息 新疆博物馆将通过探索与实践 让更多的人跟着文创游新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